2020年其實我們現在都在申請安達辰的pre-sale consent 其實現在希望我們的目標是今年年底前 安達辰的pre-sale consent 會出得到 他們出得到的pre-sale consent 我們就會部署 部署在部署看看是否年底前我們可以開啟盤 這是第一個 2021年其實我們主力將會去部署何文田 站上蓋的project的銷售 我們目標都會在2021年第四季 安達辰這個項目其實我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希望建設一個全齡社區 跨代共融的概念 譬如說我們會有些闊一點的corridor 我們在洗手間廚房會放大一點 令到如果有需要用輪椅的長者出入 是會方便很多的 我們亦都有些譬如說 是幫助大家年紀大一點 可能眼力沒有那麼好 我們在標誌上都會用一些顏色 令到他們是容易一些變異 我們看到2020年內 今年的住宅樓市其實都不是太差 都頗平穩 價格上都有在雜幅上上落落 新盤的推售其實都非常之 銷售情況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2020年在這麼大挑戰的環境下 都是表現得不太差 我展望2021年 希望我們這些疫情的情況繼續匯和 大家都開始習慣了 如何應對我們這個疫情的環境 希望大家的生活開始回復 比較正常一點 我亦都希望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通關 通關之後 我覺得對香港經濟動力會增長大很多 可以從而令到我們可能 失業率可以回落 零售情況會好 在經濟情況好下 更加會支持到樓市 所以我覺得2021年 我自己都覺得審慎地樂觀 覺得環境應該不會太差 覺得樓市都應該是平穩發展